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慢慢把人收回来的身体 我们念观音经 回来的时候记住,有三件事 第一就是身体,第二就是呼吸 第三才去到心 想心静下来的时候,首先要呼吸静下来 要呼吸静下来之前,要身体静下来 我们将心放在身体里 慢慢坐好,放松自己 然后我们读十句观音经 大家合十 观世音难我佛 与佛有恩,与佛有怨 佛法争怨,常乐我静 只要念观世音,无念观世音 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 阿弥陀佛 每次念这个经的时候,有很多感触 为什么呢? 这个经跟我爸爸的恩怨很深 其实当他一开始大小便失禁的时候 他做人已经没有健身 没有这个专业的时候 他是很不开心的了 很不开心的时候 有一次,我妈打电话来 叫我快点过来吧 他说,干什么事呢? 爸爸跌到地上,我说,哎? 他说,他说,没事了 但是他不肯起床 不肯起床 我说,你不起床,现在这么冷 他说,冷了你,病情这么厉害 你有问题的时候 我车你进医院的时候 你是不会出回来的 他看着我,我不想出回来 他一直跌到心谷 后来起床 但他人已经跌到心谷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就印了这个《十句观音经》 很开心,冲到我爸爸面前 嘿!观世音菩萨说收你做徒弟啊! 他看着我,哎? 其实观世音菩萨也是他的徒弟 我不是说谎的 送了《十句观音经》给你看 他说,哎呀! 教我读吧! 我就是这样教他读 读一下读一下,他出回来 这个《十句观音经》 你看到好像很简单 其实他是包括了很多东西里面的 前几个礼拜 台湾的法古山放了一个 等了上网这个 《圣言法师》的纪录片 我看完之后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从之后 因为《圣言法师》 他是在日本 这个《十句观音经》 他是在日本拿回来 所以心里面和《圣言法师》是有少少因缘 后来有机会 浪费多些时间去研究一下他 《圣言法师》有一句很简单的 他叫做四个他 意思是当你有烦恼 有情绪的时候 你要有四个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他 第一个叫做面对他 第二个叫做接受他 第三个叫做处理他 第四个叫做放下他 他是讲这个心 讲这个情绪 其实 心是否真的这么容易 就可以处理 可以接受 可以放下呢 一点都不容易 例如法师曾经讲一个 他用英文讲的诗 他的英文教书 他说 这里我们是没有心的 人是没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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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看不到心的 心在我们看 只不可以看到这个身体 我们所谓心 它其实是身体的变化 就是好像我们讲的 心经里面的五蕴皆空 五蕴就是识受上行识 识就是身体和外面的环境 受上行识就是心 心经的心就是这样 所谓受就是感受 当这些手接触到某种东西的时候 产生的电波 电波会去到脊椎的时候 叫做受 由脊椎上到脊椎 开始去分别 这个其实是想 受上行行的时候 分别的时候 起了这个念头 所以念念从心起 念念不离心 你起了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们叫做心所的时候 其中很多是不善的心所 或者善的心所 然后再去到识 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人每一个心念出来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纪录 不是说做了就算 他有一个纪录 而这个纪录 是将来你下一个念头的时候 会去做主宰的 其实我们做凡夫 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 就看到受上行识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因为这个每一天 出了不善的心念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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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根本我们都分不开 就是受和想的 那头是这样 受那头就想 亦都分不开 就是想和行的 分不开 所以佛陀后来 教比丘的时候 他是没有用五韵去教的 他是去到 这个 般若旗 这个射利佛 他们已经成阿罗汉的时候 已经成这个 这个方等菩萨的时候 他才去教五韵 因为之前他不教五韵 他教的是十二恩怨 意思就是我们的心里面 那个业力太重了 已经是太重了 根本每一个念头 都是我们的业力 所以他一开始说 他就说 慕名 慕名就是你的业力 就是你所有的 不善的心 心所就在那里出来了 在那个慕名里面 你可以把它分开五概 我们经常说五概 然后他这样发展 所以吉余师傅说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看到心 你是看不到心的 就算这个圣言法师 这么简单 将他所有的法门 已经等了在四个他 就是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你都做不到 我都做不到 所以吉余师傅回来 不如这样吧 用身体去 我们做运动的时候 最容易感觉就是身体的痛 我们去感受这个痛 去观察这个痛 去放开这个痛 就是这么多了 处理都不要做了 简简单单 在这里开始 慢慢一步一步走进去 好 我们继续做 好 正先我说的 圣言法师 是因为早前 法古山 放了一个 录影带 后来又有 第二个录影带 我正在看 又放得上 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录影带里面 你会见到 好多 继续法师的身影 在这里 继续法师 和圣言法师 差很多年 很多年 你会见到 好多人 继续法师 讲过 你会见到 朱飞 老和尚 老居士 我错了 你会见到 神家精 老居士 你会见到 很多很多东西 继续法师 是讲过的 继续法师 曾经说 朱飞 老居士 就是神家精 老居士的 偵探 我都不知道 是为什么 因为当年 继续法师 去到澳洲 由马来西亚 去到澳洲 以为 跟他的大师兄 继续 好像叫他继续 后来 刚才 环境 不是那么好 对那些 亚洲人 不是那么欢迎 捉不到 他的 继续法师 不知道怎么好 的时候 突然间收到 封信 就是 神家精 老居士 请他来美国 后来 才发现 原来是 朱飞老居士 搭线 你看这个纪录片 你又看回 朱飞老师 又说 这个 圣贤法师 在日本 他在日本 读大学 其实他去日本 读大学的时候 他的师傅 不让他去 反对他 他照去 你就会看到 在中国 这个禅师 和徒弟的关系 你会看回 既如法师 当年 跟这个 觸摩法师的时候 觸摩法师 对他的态度 是怎么样 是很反对 他要做那些事情 其实 这个是 禅师对自己的徒弟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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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考验来的 禅师是很有趣的 他最喜欢的那个徒弟 他对他最不好的 那怎么也好 他说 这个圣贤法师 他去到日本 读完 石士 想读博士的时候 没钱 没钱的时候 后来突然间 有人寄一笔钱 回来 由瑞士经过几笔钱 他读完博士 后来才知道 又是这个 朱菲 居士 踏线 又是这个 神家征居士 给钱 读完之后 谁知道 聖元法师 不受人欢迎 想回到台湾 都没有地方 给他收留 他 不知道怎么好 十足十个余法师 在澳洲的时候 突然间又收到封信 是神家征居士 邀请他来美国 很有趣的 这些故事很有趣的 那你在这个录影带里面 你会看到另外一些人 在我来说 最深刻的 就是看到王明仪 居士 王明仪 就是王老师的儿子 小儿子 王老师好像有六个儿子 我不是说 王老师 大家都知道 104岁 几年前往生 王老师 在犹太医疗所 我也来不来去探访他 我有一次要去继如师傅 在临走之前 我去探访他 一个月 一个星期之后 他就往生 我去探访他的时候 是他往生前一个星期 他还写诗给我的 是这么厉害的 他这个人 他有几个儿子 有几个儿子 有几个儿子 好像四个 是他自己 两个是丈夫的前妻 前妻是鼠疫死了 那他就 跟他结婚 其实他是他丈夫的学生 那他这个人 这个王老师 是很厉害的人 他对前妻的子女 更好 他对自己的子女 他后来 带着最小的两个儿子 和女儿 通道走 因为他的丈夫 当年是国民党 做文化的 那日本人打到你的时候 他就退到云南 退到港西 他后来带着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去找他 打完仗的时候 解放的时候 他们走了来香港 谁知国民党 又派了他的丈夫 去菲律宾 他又去菲律宾找他 他是得住 带着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另外那些 等待在中国 他最小的儿子 就是王明依 是香港出生的 是华人 畢業出来的 很厉害的 后来他们丈夫 过世了 他们就移民了来纽约 王老师自己成岑 他和岑嘉晶是有关系的 他就去投靠岑嘉晶 岑嘉晶的时候 太太刚才往生了 太太要把他所有的身家 他一半的身家捐出来 建一个图书馆 在庄岩晶的图书馆 就聘请了王老师做图书馆的管长 治理佛书那些东西 在这个时候 圣言法师就来到美国 就开始在美国宏法 他第一次做禅七的时候 你看这个纪录片 你就看到王明依 看到王老师的儿子 他当时很健康 很厉害的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是哥伦比哈大学里面 他两个中华人物理教授 两个都是有诺佩尔奖的 其中的学生 他是这么厉害的人 后来他毕业了之后 他没有在物理那边发展 他就来了在Sandy Ego 他现在在Sandy Ego 他就做金融的 我认识很多做金融很厉害的人 都是物理学家 他的数学很厉害 所以他可以什么都用得 他就跟了圣言法师 学禅修 他是圣言法师 在美国宏法 英文翻译的第一个 我认识王明依居士的时候 是有一次 陈老师 叫人打电话给我 问我能不能有空 我问我能不能有空 我说能有什么事 抢醒你吃饭 他说是吗 好啊 我认识王明依 约在一起吃饭 在附近 我们叫做Cermonti 好像是 有间西餐馆 我去到的时候 哇 有一张床很长的 坐满了人 你知道王女士有很多 很多女众 佛友 可能Fanny也在 在那里 我又在那里 只有两个男众 就是我和她的儿子 王明依 我们就坐在台边 那里 那些女众就坐在那边 那我就跟这个王居士聊天 哇 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 但是很明显 他是有缺行的 你初初不知道 你以为他是小而麻痹症 他走路走得很辛苦 他有一支拐杖 他一步一步走 我初初不知道 他想去厕所 我说 要不要我帮他 他看着我 不用 就是自己走去 不用人帮他 不用人帮他 我只是看到他走路走得很辛苦 但他走得一步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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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 翌日早上 星期日 在大角那里 神老师一见到我 他就跟我说 昨天怎样 我跟我的儿子 是否说得很开心 看你们说很多话 陈老师是一个妈妈 我在陈老师那本书 我曾经看过 王明怡 她出生的时候 有些缺陷 只不过她年纪大的时候 她的本骨有问题 所以这样 你看到王老师妈妈的眼 她的意思是 其实她想问我 她很关心这个儿子 但她知道这个儿子很聰明 和佛又很有缘 她想听听我说些什么 我记得我走进去 文多师傅拿一张字出来 我写了几个字给她 我说凡夫的障碍 是圣言的离器 我都不知道我写什么 我就是写了几个字 我真的不知道我写什么 我知道有些东西是这个 凡夫的障碍 是圣言的离器 你以为每样东西对你是障碍 其实你懂得运用 那个就是你修行的离器 我前两天看圣言法师 我就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圣言法师 她将她的佛法 简单都没得简单 她叫做四个他 凡是你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要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王明言居士 她每一步 她都在做这件事 她的身体一路退化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我早前王老师 往生的时候 我好像都没见过她 她每一步 她那个痛楚出来的时候 她面对她 她接受她 她处理她 然后她放下她 一步一步一步走 我们做佛弟子 走这个八正道 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一步一步一步 看见到困难的时候 你面对她 你接受她 你接受她 尽你能力去处理她 放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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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